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最近開始進入秋冬季節 除了溫度開始降低以外 空氣也隨之越來越糟 現在有許多人都會買空氣清新機來使用 的確都有空氣進化的效果 那一般的家庭 大部分都會買一個大台的空氣清新使用 之前我們開過很多台 但是如果你是住在小套房 或者說想在車子裡面使用 或者說在外旅行 住個小旅社 覺得空氣不好 在這種情境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把一台大的空氣清新帶在身上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這一款 來自台灣製造的 Prius LV 旋風集成式清淨機 就是一款小型空氣清淨機的好選擇 接下來我們先開箱給大家看 好開箱 上面這裡 充電線 說明書 下面就是它的主體 裡面沒東西 所有配件都在這裡 相當的簡單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這個 LV的一個外觀 它的尺寸相當輕巧 尺寸為 7×18公分 重量只有320克 跟我們一般隨身帶的一個保溫杯差不多大小 相當適合放在 車上或小空間來使用 那另外呢 它使用一個 Type-C來作為充電 LV呢 必須接上電源才能做使用 它並沒有內建電池 而原廠附贈的這個Type-C線呢 它其實還相當有巧思 當你插上LV的時候呢 它的線頭 可以選擇 向上或向下延伸 比較不會因為長時間擠壓 而造成電源線的損壞 另外呢 在它的機身正面這裡 有一個電源開關 只要在接電的情況下 你輕輕按一下 就能開啟電源 以及調整它的風量 它這種功能有五段 而每一段風速的分貝量 如圖所示 運轉的時候呢 並不會發出很大的聲響 但是還是有一定的聲音 以小小的一台LV來講 相信大家應該會相當好奇 它的親近能力如何 其實呢 它是由三個組件組合而成的 那我現在簡單的為大家拆解看看 首先呢 最下層這個是機身盒 LV會將過濾的粉塵 PN2.5 沉積在這個機身盒裡面 中間這層呢 是12道氣旋濾鏡陣列 也是PIRUS首創的一個功能 它的原理呢 就是將污染源 以12道旋風集成陣列 高速吸入 提高進化效率 最高呢 可以除去90%以上的PN2.5 那最後呢 就是這個上層的 納米分子塞模組 那裡頭有一個納米分子塞 它透過中間的12道氣旋 陣列吸入空氣之後 再透過納米分子塞 吸附降低夾溫等TVOV 篩選並去除 99%的有害揮發物 這樣還沒完喔 LV是首款採用 UVA與UVC 來殺菌的空氣精心機 透過LV內部的雙波段殺菌光 讓LV擁有超強的殺菌能力 可以有效而抑制細菌與病毒 一般的空氣精心機 在使用一段時間過後 就必須要更換裡頭的耗材 才能維持良好的運作 但是LV它採用一個 無耗材的設計 每次在使用的時候 UVC跟UVA的紫外光 會激發 奈米分子塞模組 要催化 以分解有機的污染物 使奈米分子塞可以繼續維持它的吸附力 達成自動再生的效果 就不需要經常的更換耗材 那關於這點呢 老實講 個人是保持比較半懷疑的態度 畢竟 奈米分子塞模組 用久也許還是要更換 不過因為我們剛拿到LV而已 所以也沒有辦法做長時間的一個測試 根據官方的資訊 在開機後5分鐘 它的有效範圍50公分內 它能降低50%的污染源 11分鐘後 在有效範圍75公分內 也能降低50%的污染源 那半小時後 有效範圍的100公分內 可以降低50%的污染源 越靠近使用效果是越好 譬如說在泡房 在房間裡面 放在桌面上 這樣子對你的過濾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是你放在車上使用的話 像一般休旅車 大概13分鐘左右 就能過濾85%的一個空氣 那如果一般轎車的話大概8分鐘 就能過濾85%的一個空氣 如果再搭配你車上的空調 還可以再更快一點 那接下來呢 有幾段LV的實測影片 讓大家看一下LV 到底有多厲害 這裡 在樁面中 先看看 階段 來 在樁面中 就同時 看, 看, 拍子 bro 是 這台LV小歸小 但是呢 清淨能力還相當的不錯 它相當適合放在小空間使用 雖然它不像大台的空間晶晶機 有那麼強效的清淨能力 但是放在小空間就綽綽有足 可以有效的去除90%以上的PN2.5 那再加上UVA、UVC的雙波動殺菌光 才能抑制細菌與病毒 在功耗方面呢 大概是3至5瓦 所以你連續開4天才會一度電 相當適合長時間使用 但是呢 如果說你是在一個開闊環境 或者是空氣流通的環境的話 LV就相對的力不從心 這點要注意一下 那整體來說呢 這台LV旋風集成式清淨機 相當適合給小空間車內來使用 那接下來冬天到了 空屋可能會更加的明顯 如果你也在找一台體積小巧 可以帶著走的空氣清淨機的話 LV是你不錯的選擇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 LV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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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